下來 抬上去 掠斜 左邊拉長 撇不出風 往上抬 直切入鼻 抬上去便細 下來 拉下來以後 這邊扭轉 抬上去 中間這一段看起來非常的擠 非常的擠 筆畫似乎都集中在這裡 然後下面又寫得非常的小 抬上去 下來 繞圈圈 記得下面這裡重 抬高 往下甩 陰 注意這個粗細膨脹 抬高 矽進 加粗 甩起來 抬上去 撇 這邊要停頓 帶回來 連 連 甩下來 藕斷絲連 最後折 往下折 直 要分大小點 慢慢的越來越重 這一次 左邊拉得特別長 切入鼻 拉得特別長 那 右邊呢 右邊還是要寫得很緊 右邊還寫得很緊 那這裡要一個弧度 斜度 往上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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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弧度 做得實在是誇張 這邊也誇張 這裡這個束畫 一般有時候它一絲一絲 看起來有 但是不是很明顯 這次藍中魚比較瘦了一點點 之前出現太多次 全部都寫得很重 好 拼切入鼻 斜的 過來 抬高 然後這點 高度不一樣 一個直一點 一個 兩個角度不太一樣 那這個要開始 換方向 出洗 好 唉唷 這個合裝就頓的 這頓頓的 圓圓的 抬高 後面一個點 那就傾斜狀 切一下 做弧度 這次真的有點歪啊 有點歪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這個回去的時候 這橫畫寫得太長了 跟其他字比這個 這次橫畫右邊寫得太長了 它這方寫得太多次了 那部分的這裡都是短的 因為太多次短了 偶爾就會想寫長一點點 那長一點點這裡 它也故意撇長一點點 這要做角度變化齁 平一點 直一點 折一點 平一點 方一點 好 這算 它那種角度粗細變化 都有齁 順風入鼻 向內一點 然後右邊要抬高 抬高 右邊也要加重 降低 這勾要夠大 而且往內 往內的原因是因為頂上去 撇 要到這裡 DNA頂 在這裡端端的 直切入鼻 抬上去 扭轉回來 有點弧度 逆風抬過來 非常細 細靜 然後折它從這裡 也是很細 突然來這裡又很重了 所以它的粗細其實是 沒有一定的標準 它想重就重 想細就細 沒有說哪個地方 飛怎麼樣不可 密膚就有這個優點 不重複啊 左邊要伸得很強喔 伸得很強 那中間要寫得急一點喔 不要拉開了 唯一可以拉開 就只有這個筆畫可以拉開 好 因為這是主筆畫 好 這個字是方折 圓轉 方折 方折 圓轉 圓轉 方折 嗯 點 拉動 往下平 這個斜度 下人的斜度 平度 齊比的平 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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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低一點喔 不是從中間喔 好 這個是長的 然後轉彎以後就短的 五拉的長長斜斜喔 五有個短橫 上去拉直 抬上去順風 順風入比 抬下來 抬下來 往下走喔 這個字 橫的不拉長喔 是往下走 好